近日 台湾艺人林依晨在参加大陆综艺节目时表示 自己是成都人掀起了岛内舆论热议 曾经在台湾政治大学教过林依晨的讲师朱丽熙 因此事对她进行连日炮轰 结果却遭到了岛内网友的踏伐 3号 朱丽熙悄悄地删除了文章 所以那种相音非常的亲切 近日 台湾艺人林依晨在参加大陆综艺节目时 开心地表示自己是成都人 对相音倍感亲切 此番言论引发岛内热议 据了解 林依晨虽然出生在中国台湾省宜兰县 但祖籍是成都 说自己是成都人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2号 林依晨就读台湾政治大学时的 韩语文学系讲师朱丽熙 在社交平台发文暗批林依晨 表示在校监课28年 不记得交过成都人 还拜托林依晨在教师节不要再发来短信 甚至使用虚情假意 失望等激烈措辞 紧接着又公开三年前发短信给林依晨的内容 称不满他未听劝告要到大陆发展 疑似遭到舆论压力 3号朱丽熙悄悄将文章下架 不少岛内网友发现后纷纷留言狂批 狂商文让大家看到台湾政治大学的老师 素质就是这样 看来就是个爱钱有立场的老师 只不过惠寒语受不起老师这两个字的尊崇 那么惠山要不要干脆关社交账号 只准教授哈喊不准学生去大陆 除了朱丽熙的个人社交账号遭刷屏 台湾政治大学官方账号也出现大量批评声浪 表达不满朱丽熙公然抨击林依晨的行为 怒斥这像是在霸凌 甚至还有人质问成都人在台湾政治大学是否会被教授霸凌 对此校方出面表示 此事属于老师个人行为 不做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